韩冰 但是神对他是怜悯的 通过圣徒之家曾牧师团队的众水衣灵的祷告 他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从濒临死亡的状态 恢复到了正常医学指标 这是神的恩典 也是神的祝福 是这样 年初的时候感觉到 那个身体肌不舒服 然后就在二十几号的时候 我就去做了一个检查 做了一个超声波的检查 然后咽了一个血 当时超声波的检查 显示出我腹腔里有一个巨大的肿瘤 然后这个医生怀疑这个东西很严重 就把我转到奥克兰的这个公立医院 让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当在这个过程中有预约啊 排期啊 等到三月一号见到医生的时候 奥克兰的那个妇科医生的时候 他就认为我是很严重了 然后约我七号 之前做CT扫描 还做各样厌血化验 等到七号最后做完这些CT扫描 和厌血化验的时候 表明我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当时的状态就是末期了 因为身体整个的状态 都是到崩溃的边缘 然后病情发展急迅的迅速 从一月份感觉到不舒服 到最后三月初 做出这个针断的时候 我的身体急剧的恶化 然后表明的都是默契的一个癌症 那你当时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怎么办 当时很突然了 也没有特别的那个 也没有特别的预备 心里也是很紧张很恐惧 然后告诉身边的一些人的时候 大家都为我祷告 大家都在为我祷告 当时在这个确诊之前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的时候 神其实悄悄地在我心里放了一句话 就说这病不致死 来为彰显神的荣耀 当时这句话真的极大的鼓舞了我 就说我是要面临一个病 可是神呢 祂有祂的保守和恋属 然后心里很有平安 还是去寻求师的医生和医疾 是的 因为当时的状态非常紧急 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后就去找医生 可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妈妈特别的联系了曾牧师 然后曾牧师知道我的状态之后 带着她的祷告的团队来到我家里 然后为我祷告 是这样 然后牧师对我的 就是这个祷告的引导也是 看医生 神会祝福医生的一切治疗手段 然后让神的爱在我身上 赠减出他极大的能力 所以我每一步都是按部就班的去建议 你后来医生处理了以后 医生对他治愈你这个癌症 他是有什么样的结论跟你讲 医生他做了全面的检查之后 他的医疗方案就是要进行一个 很大的化疗 很大的手术 手术之后依然有化疗 他的那个治疗方案是一个很庞大的 因为基于我当初的病情的表现 可是然后我在曾牧师的医疗团队的祷告下 也是靠着对神的一个信靠 和神对我的引导 我进行了完成了医生安排的 9次的那个化疗 可是在第4次的时候 我进行了4次化疗的时候 我的身体感觉就 就很好了 就是能够正常的过正常的人的生活 因为在那个严重的状态下的时候 不能起床 不能吃 不能睡 每天都在极大的痛苦之中 然后生命真的濒临到死亡的面 可是借着祷告 借着神对我每一步治疗的一个祝福 我经过4次化疗之后 我能正常的生活 能够在家里上下楼 出去散步 正常的饮食 吃饭 然后整个的状态 就有活过来的状态 医生对你这种 突然的这种治愈的现象 他有什么看法 一般 医生是很理性的 他很高兴 就觉得Amazing 那样的一个 他那个表情 他很高兴 他也很兴奋 然后认为 我这个病例对他来说 是非常成功的病例 他会认为 他的那个治疗方案非常有效 他所配的药 对我是发挥极大作用的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教会里和牧师的祷告 和我家人 还有我自己都知道 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作为 因为我进入到那个化疗之后呢 牧师给我的祷告就是 每一次的化疗 都没有任何的毒素 对我身体的影响 都是对我身体正常功能的一个建立 都是神所进化之后 进入到我身体里的 所以我每一次的化疗都很有特殊特殊的一个果效 我没有那种身体的软弱 没有呃吐 没有疼痛 没有疼痛 然后会有食欲 想吃东西 然后精神状态呢会越来越有力量 我相信这个化疗的每一次的效果 那不是正常自然界里医生所每天面对的效果 而是神一个特别的作为 就是每一次的化疗 干脆看不出来是化疗 而是我身体被极大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 被医治的一个过程 其实医生的那个 他的像你这种疾病的治愈率是多少 医生有没有告诉过你 呃他们都不不很乐观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就是一个马上就要死亡的状态 他们都不乐观 然后就是他们不会说一些话 让我觉得沉重 可是他们的处理方案已经表明说 这个状态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 而且对医院的一个 就是医院里的一个统计数字吧 医学上的一个统计数字吧 其实我的存活率是极低极低的 好像都是百分之十几啊 就是那样一百个热力大概得八十几个会死掉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存活率是很低的一个状态 但是就是存活率这么低的话 那些人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会这样的恢复 是的我的身体的恢复真的是一个神迹的一个速度 因为真是每一次的化疗都让我的身体 就是每一星期我每星期做一次化疗嘛 每一个星期我身体都进步好多好多 就是那种生命的活力都回来很多很多 然后四个星期之后我就能正常的起床 正常的自己吃东西 正常的出去散步晒太阳 所以这个发展速度是一个神迹的速度 那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 那个他们这个曾牧师他们这个祷告团队 有是多长时间给你 牧师的祷告团队一直在参与我整个的治疗过程 每星期都到我的家给我祷告一次 每星期都要祷告一次 是连续了两个多月吧 又要十几次 好像是十二三次那样 每星期都去 然后在这个祷告过程中 然后也祝福着这个医疗的这个过程 然后就让我的身体就是从这种死亡一下 就重新回到生命的状态里 你以前在生病以前有见过这样的祷告吗 就是医病的祷告 没有 我没有这方面任何的经历 其实原来我在教会里 也去出于服事吧 为有病的人进行祷告 可是真的没经历过我自己的这一番经历 给任何人祷告 只是他 就是一个祝福的祷告之后 他会觉得我轻松好多了 我感觉好一些了 只是这样而已 可是我自己这个经历 就是从死亡又活过来的这个经历 真的没见过 推 让我读书排出去 这样一个推 再有一个呢 重新把我连接到神的那个生命里 就是这三个人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方式 牧师请名叫中水一灵的祷告 这个在我身上起到一个就是那种水一灵 中水一灵的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现在的状态是在一个持续的那个医治的一个状态里 也在调整 也在修养 尽管这中间也有一些啵啵啼啼的感受 有的时候也觉得很软弱呀 或什么的 然后也像有自我感觉上有一些反复啊 可是我相信啊 我真的心里相信神会最后完全的抑制我 真的会完全完全的抑制我 让我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我对神真的有这样一个信心 我们其实知道说别人为我们祷告 可能他们有他们这样祷告的一个方法 可以把神的那个医治带到你身上 但是他们有没有要求你自己 就是他们祷告久了以后 你自己应该有什么功课要做吗 没有 对我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我当时的光景说实话 我自己干脆就祷告不出来 因为是躺在病床上 就是一个接受的状态 其实当时的软弱 你给我死亡我也恐怕也得接着 你给我恩典我也得那么接着 就是我全都是接受的状态 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所有来的祷告的恩典 我就是一个承受者 没关系 我只是世界大和我 是当时的 很生意 你是不是